來,看那個複利液轉換,是微分函數的那個複利液轉換是怎麼一回事 前面的單元所提到的複利液轉換稱作複利液晒轉換跟複利液口晒轉換 有點差異啦,那這些名詞啊,如果這個思考不是很清楚的話,其實很容易弄錯 其實沒有關係,就是在應用上,它其實就是知道一個定義 但那個定義能夠知道來源更好 你就知道那個定義之後,去根據它的定義做運算,這樣就可以了 我先把那個函數F的複利液轉換,函數F的微分好了 函數F的微分,它的複利液轉換跟兩次微分的函數之複利液轉換 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要證明它 你也可以當作定義了,但是我們要證明它 一次微分的函數跟兩次微分的函數 它的複利液轉換是這樣的狀況 它的代號是F打一撇,然後放在大瓜糊裡面 外面畫一個大F 這個的話會變成 iω乘上小F的函數做複利液轉換 x好了,用x好了 但用t也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的話是兩次微分的函數做複利液轉換 兩次微分的函數做複利液轉換的話 會變成這個是-ω平方 乘上這個小F這個函數做複利液轉換 我就要證這兩個公式了 這兩個公式我們來證看看 然後在證明之前 再複習一下 所謂的函數的複利液轉換 到底要講什麼 就是這兩個方程式裡頭的定義 要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的 結果小F這個函數做複利液轉換 到底怎麼講的 它的講法是 就是這邊放根號2π之1 然後乘上一個負的無限道到正的無限道的一個積分 然後積分的內容是F乘上exp 這個正負符號這裡可以寫負的 但是反正正負符號要剛好搭配 這個不一定要用正的也不一定要用負的 因為我的講義上面是用負的 所以我跟著講義用負的好了 這叫做針對小F的函數做複利液的轉換 轉換過去會跟omega有關 習慣上是寫成F omega 然後你如果要做反轉換呢 就寫成F的反轉換 對誰做反轉換 對剛剛那個轉過去的函數做反轉換 反轉換的話是類似的寫法 根號2π之1 也是一樣負的無限道到正的無限道的integration 跟omega有關的函數乘上一個指數函數 剛剛是用負的 這次就要用正的 指數的部分要用正的 這叫負列的反轉換 我們會用到第一個定義 先看第一個微分式 它的複利液轉換會變成什麼樣的結果 一次微分的函數做複利液轉換 那就是根據定義寫成 根號2π之1 乘上負的無限道到正的無限道的integration 是把這個次微分的函數放到裡面來 乘上一個exponential的負的 i omega x 次方 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根據定義 就把那個f換成這邊f' 那我想用分布積分的概念 或講互分積分的概念再算一遍 二π分之1開根號 負的無限道到正無限道的integration 一次微分的f跟dx合併一下 變成f 這兩個合併之後變成df 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分布積分的概念告訴我說 我可以把它表達成u乘以v u是這個指數元素 v的話是這個f 好 u乘上v 然後我要帶上下線給他 負的無限道跟正的無限道的上下線給他 好 減掉v乘u v的話就是f 好 u的話就是exponential的負的i omega x 好 然後 來處理一下後面的上下線問題 先看前面這個的上下線代下會怎麼樣 這個有 這個x要代有限大 負的i 首先我在這邊 我要留下i 簡單意思是說我要留下i 為什麼要留下i呢 你不要只會寫一個負的無限大 雖然 寫負的無限大也不能說錯啦 但是 我要先記得一件事 這一項是可以寫成cosωx 減掉i乘上sinωx 我要知道這件事 因為sin跟cos是有限值 所以我要知道說 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的關係 所以我會寫成什麼呢 上線線代 x代無限大 和sin無限大 解掉i乘上sin的無限大 好 再乘上f代無限大 這代無限大 上線無限大的狀況 減掉下線帶進來的狀況 cos0 減掉i乘上sin0 好 再帶f over 0 第一項我帶了上下線 應該是這樣的寫法 來處理一下這個 子算數的微小變化量這一項 好 這個相當要對x為分 會圍出一個負的iω 再乘上指數函數 然後比x 好 再把那個負的iω當作一個常數 提到外面來 因為基本跟x有關 負的iω跟x無關 負的正的話加上iω 好 再乘上負的無限大 到正的無限大的狀況 好 其一份的函數是 f乘上 負的iω 比x 好 現在所看到的寫法 我們來討論一下 它的函數值會是多少 呃 欸我剛剛帶錯下線 因為上線無限大 下線是負的無限大 這邊不是0 下線應該帶負的無限大 好 我剛剛帶錯那個上下線 好 上線沒有問題 但是下線有問題 這邊要寫成cos的負無限大 好 減掉i乘上sin的負無限大 好 然後再乘上這個f的好 f要帶負的無限大 好 好 這樣才對 好 好 那 首先這個cos無限大 是有限值 最大1啦 最小負1 好 sin無限大 也是一個有限值 好 那請問一下 f在無限大的地方會怎樣 欸 工程問題都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 這個 不管是萬里長城啊 或是金字塔都一樣 在幾千年前 萬里長城不存在 萬里長城又慢慢被風化 現在有很多萬里長城是後來修造的 意思說 材料的東西一定會慢慢風化 慢慢的被侵蝕 只要材料 物質的東西一定會慢慢風化 慢慢被氧化或侵蝕 好 意思說 在 假設x是 那個時間的概念 時間很久很久以後 這個會變成0 不存在 那東西不存在 零層上有限值 那還是很贏 負流限大 我們講的時間很久以後 跟時間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也沒有什麼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不存在 好 然後cos負無限大 這是一個有限值 因為cos 散函數最大正1最小負1 散函數也是一個有限值 有限值相減之後乘上0 還是0 這項也不在 好 所以只有留下第三項的部分 第三項有一個iω 外面有一個根號2π分之1 再乘上一個負限大到正5限大的integration 這是f乘上 負的iωx次方 比x 好 那很顯然後面這項 就相當於是 對這個小f的函數 做負一頁轉換 好 所以整理成 iω乘上 對小f的函數 做負一頁轉換 也就是我們上面的定義 在這裡 上面這個的定義 好 得正 或我們就正出答案 好 我可以根據 類似概念在正第二個 好 因為 好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我正在這邊 幾樣話就結束了 好 因為我知道說一次微分的函數做負一頁轉換 好 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剛剛所說的 iω 乘上 你有微分的函數做負一頁轉換 好 那我就 如果是兩次微分了 好 所以今天是看兩次微分的話 好 就先把那個微分次數 想成說是一次微分再為一次 好 好 這有兩次微分的這個情況下 就變成 剛剛那個代理過程當中 這邊還要留下一次微分 好 然後再用一次微分的負一頁轉換 是什麼 一次微分的函數做負一頁轉換 有第二個iω 產生 它會再乘上一個f做負一頁轉換 好 那 這有i平方的狀暴 所以是負一 i平方是負一 乘上ω平方 再乘上函數f做負一頁轉換 好 我就證完了 這個就是我第二個問題的證明 好 負一頁轉換 是不是一定要記它的公式呢 我是很不必要 只是 藉著這個機會 把那個證明的 就是負一頁轉換的那個由來 藉著這個機會 證明給大家看一下 表示說它是有一些道理在裡面的 好 先這樣子 來說 謝謝 谢谢观看